马龙哭了 国际兵连颁发中奖 龙队获得了世平赛的至高荣耀 樊振东王楚清遗憾无援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在刚刚结束的德班世平赛上 咱们中国乒乓球队可以说是大丰收 我们不仅获得了德班世平赛的五枚冠军金牌 全部我们大包大揽收入囊中之余 我们国平老将马龙 龙队在本届时兵赛上 也是获得了最至高无上的荣耀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获得了国际拼联压哨颁发的一个重量级的重奖 那么伴随着这个重奖授予了马龙之后 意味着马龙他的职业生涯 已经达到了登峰造级的高度 让所有的其他的一些现役的乒乓球运动员 都是忘记向背 他所达到的这样一个高度 这样一份荣耀 或许是大部分运动员 他们职业生涯 追逐一生都很难达到的一个高度 那么本届德班时兵赛 马龙作为一个35岁的老将 他只报名了南丹这一个单项 能够看出国平教练组 希望马龙能够为国平的南丹保家护航 让马龙能够完成船帮带的任务 去战好最后一班岗 所以说给马龙报名南丹比赛 也是有这样一份重担在他肩上 那么马龙在本战比赛 大家都很清楚 对于35岁的老将而言 很可能这是他的职业生涯最后一届 士兵赛的单向赛 所以说大家都希望马龙能够用一个士兵赛的冠军 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或许是对于自己 对于整个国平最好的一种最理想的选择 但是马龙最终没有打进南丹决赛 很多球迷还都在为马龙 在本届时兵赛上一无所过 没有站上冠军领奖台的时候 而感觉到遗憾的时候 却在女单决赛之后 在本届德班士兵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压轴之计 那么国际平联也是正式颁发给了龙队一个重量级的至高无上的荣耀 什么呢 那就是给马龙颁发了复刻版的圣伯来德杯 那么圣伯来德杯是一个什么样的奖杯呢 是意味着运动员需要在士兵赛上实现个人单打三连冠 或者是拿到四次士兵赛的冠军 不连续的四次也可以拿到这个复刻版的奖杯 对吧 只有这样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复刻版的圣伯来德杯 所以说马龙我们都知道 他是在2015年的苏州市井赛上 拿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座南丹的市井赛冠军奖杯 在2017年当时是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的市井赛上 他拿到了南丹两连冠 2019年的则是来到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 拿到了士兵赛的这个南丹三连冠 那么达成了士兵赛三连冠 也就意味着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 但是由于2021年的休斯敦士兵赛他没有参加 所以说当时呢 国际平年并没有机会在士兵赛的舞台上 为他颁发这样一个关于士兵赛最至高无上的荣耀的奖杯 没有机会给他 那么如今呢 来到了德班终于有机会给他了 这也算是给马龙他的整个在士兵赛的单向赛的职业生涯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那么对于马龙来说 这确实是至高无上的一份荣耀 这份荣耀对于很多职业运动员来说 是一生都很难达到的一种荣耀 因为就整个世界平台来说 截止目前为止 在此之前 只有庄泽洞和王楠这两位运动员达到过这样一份荣耀 他们也都实现过个人的男单和女单的士兵赛三连冠 而其他的运动员都没有达成过 马龙是世界第三位达成这样一份荣耀的运动员 所以说 这对于我们中国乒乓球来说 对于乒乓球这项运动来说 都是载入史册的一刻 对于马龙来说 这是对他职业生涯最好的一种 是吧 巅峰时期的记载 证明着马龙曾经到达过非常高的一种高度 虽然说 如今巅峰期已过 但是这个复刻版的胜过来的杯 对于马龙而言 就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最好的荣誉勋章 我们看到马龙在结果奖杯的那一刻起 他的眼眶里是泛着泪花的 马龙真的是哭了 那么也足以证明了 这个奖杯的分量有多么的重 我们也在此祝福马龙 期待着马龙在未来一切顺利 对于马龙而言